议长先生,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致力于维持清廉政治。 一个连接的政府,良好的治理体系,对我们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。 因此,我们制定严厉的法律制度以遏制违规行为。 在价值观或是个人操守方面,部长和议员的个人行为也必须符合社会规范。 在新加坡,很少发生政治领袖贪污的事件,但不是完全没有曾经发生过,因为最好的制度也会防不胜防。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就体现了这一点,但也反映了我们决心维护廉政的原则,坚决反弹的立场。 我们确信,要继续维持连接的政治体系,要让人民继续信任人民行动党政府。 我们必须不隐瞒事实,公开处理问题。 因此,如果任何人,包括部长或议员,涉嫌贪污或违法的行为时, 我们绝不姑息,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。 如果调查结果证实当事人并没有不妥当的行为,也没有任何利益冲突, 事情就会了结,还他一个清白。 如果调查发现当事人犯错,我们会按照法律采取严厉的行动。 至于个人的行为操守,人民行动党对部长和议员的要求是, 大家必须能够分辨是非,也以律己。 但是,有关个人行为不减的事件,情况都不一样, 所以我们会因事质疑。 例如,前议长和前议员发生了婚外情,这是不应该发生的。 当时,我希望他们能够妥善地结束关系, 因为事件一旦暴露,就会严重地伤害到家人。 在整个过程中,我的重要考量是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家人的影响。 如果他们当时就结束关系, 他们不用在这么不堪的情况下离开政坛, 导致家人受到伤害。 可是很遗憾,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好好地处理。 现在,回顾这件事的发展,如果可以重新处理这个事件, 我会更早做个了断。 在任何婚外情事件,家人必然会被牵累, 很可能受到重大打击。 我希望,无论是涉及行动党或工人党议员的事件, 大家能够尊重当事人和他们家人的隐私, 给予他们时间和空间来面对。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事情, 有一天再次发生的可能性。 当类似事件发生时, 我们依然会按照人民行动党一贯的原则来处理。 我和我的团队都清楚地知道, 维持清联政治风气对我们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。 我们会一如既往,保持自律,坚持廉政的原则。 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承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